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螳螂捕蝉 春秋时期,吴王要攻打楚国 他已下定决心,于是警告身边大臣们说 谁要是敢劝阻我,我就处死他 吴王的门客中有一个年轻人,想去劝阻,但又不敢直说 于是他怀里揣着弹弓,在吴王的后花园里转来转去 露水沾湿了他的衣服,他也不在乎 他这样一连转了三个早晨 吴王看见他这样,觉得非常奇怪,于是就问他 你早晨跑到花园里来干什么,何苦让露水把衣服沾湿成这个样子呢 年轻的门客回答说 您看,这个园子里有一棵树,树上有一只蝉 这只蝉高高在上,悠闲地叫着,自由自在地喝着露水 可是他却不知道,有只螳螂在他身后呢 螳螂把身子藏在隐秘的地方,只想去捉蝉 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只黄雀正在他的身边呢 黄雀伸长脖子,想捉螳螂 却不知道在他下面,有人正拿着弹弓瞄准他呢 这三个动物都力求得到他们眼前的利益 却没有考虑到他们身后隐伏着的危险啊 吴王听后恍然大悟,马上说 你讲得有道理啊 于是,他就打消了进攻楚国的念头 请订阅试试谢你